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民主党候选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10月31号谴责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 对女性发表了非常无理的言论 也让堕胎权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除了堕胎议题 川普也在选战最后阶段 对移民发表了更多侮辱性言论 随着两位候选人都在寻求 哪怕是最微小的优势 他们在西部摇摆州持续激战 在距离11月5号投票日不到几天之下 主打移民问题 并试图拉拢拉丁裔族群 身穿黑色大衣 头戴黑色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的川普 在新墨西哥州向支持者发表谈话时 描绘了一幅移民横行的黑暗景象 他称移民正在美国各地 发动暴力杀入狂潮 贺锦丽和川普 正在预期会决定选举结果的七个摇摆州 互相竞逐 两人相继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 进行造势 川普在10月30号的一场集会上表示 他希望保护美国女性 无论女性喜欢与否 贺锦丽则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集会上 称这些发言冒犯了所有人 自从保守派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 2022年终止联邦堕胎权力以来 声誉权一直是民主党的竞选口号 也是川普的致命弱点 今年选举的民调显示 支持两位候选人的性别差异相当大 女性选民倾向支持贺锦丽 而川普则获得较多男性选民的支持 因此堕胎权被认为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阳广编译正经毛报道